欢迎收看乐团火 今天非常开心为大家请到的是 Steve老师 Steve你好 你好 今天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把他的记忆体最深处挖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青年合唱团 这个团的成员其实后来还有一些是在音乐界相当火药的人物 可是回到当时你们是怎么遇见彼此 然后怎么会有这个成团的故事 是不是一开始先跟我们聊一聊 最早的话在玩这个音乐 我们的主唱吴旭文他是我的国中同学 国中同学 所以说国中以后呢 我们到高中一起就一起去念同一个高中 然后在高中这个新生训练的时候就遇见甲米树 对 那个时候就兴起了要做一个团的这种概念 可是其实大家乐器也都还不行 就开始在找地方在练乐器 但是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一开始就设定 我们要自己写歌 对 所以我们就练一些这种民谣的东西练一练 然后我们就想要写歌 都练什么样的民谣还是一个 早期的一些西洋的东西吧 我记得第一首像是那个 有一个Rainbow的这个 Rainbow 是 不民谣 对 什么什么Temple of the King Rishback Morse 我自己会弹一些民谣 但是那个时候老贾在跟老贾在练的时候 就是比较是这种东西 是 开始一些老摇滚的东西 对 但是还是觉得要用原创这个事情 那我们其实没有想原创 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的鼓手 其实我现在也忘记他的名字 因为他后来不是我们的鼓手 然后他其实才是那个时候想 他家有一套鼓 然后就说 那你们来我家我要写歌 他写了一些很特别的诗 然后他就想要 但他也和弦也不懂 所以他就 可是他就坚持要写歌 OK 对 所以他就写 那我们就搭一些 反正唱起来不成调的东西吧 那我们就跟他一起练 那这也就慢慢的激发说 我们要写歌 但是那还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才开始真正要写歌 就中间 因为那一段一直写不出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后来开始练一些 摇滚的东西 是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比较重的 像ACDC啊 Iron Maiden啊 这种东西 当时在台北就是 没有人这样做 对对对对 那 所以后来 就 贾敏素 吴旭文 那他们还有 我们其他有 贝斯手 是 跟鼓手 那就是他们的朋友 一起找来一起练 这样 因为中间我有一段时间是离开的 所以他们 他们就继续练 那等我过几年回来以后 我们就有一点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出一张唱片 那那时候就在讨论说 要做一个概念唱片 概念唱片 就是像那时候听 Pink Floyd 他每一张都是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想说 做一个概念唱片 那个概念呢 那我们几个都是外省人 所以这个老贾跟我啦 吴旭文不是外省人 那 所以就想做一个类似这种 我们父亲一代的那种老兵的那种心情 是 他可能来到台湾 可是他想要回去 因为战争的关系 他不得不到台湾 那他有一点想回去这样的心情 就是 所以我们在唱片的B面 就是整个是一个概念 Non-stop就是把它从落到尾 是一个从这个战争出发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概念 那A面的话就是 几乎就是每一个人一首歌 写的一首歌 那B面就是等于大家一起 创作把这个整个概念 把它演完 那这整个专辑 真的是一个很概念为什么呢 因为A面是每个人贡献一首歌 但是B面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所以这整个的概念 还是非常的concept的 对 因为那时候黑胶 他却有A面跟B面的概念 是 不像现在是一首一首 对 那 以前也有这种就是说 整张他中间是没有停格 没有停的 不是说第一首中间有停个几秒钟 他没有 他整张就是 中间就挂一些火车的音效啊 再什么 就这样子 Alan Parson Project 也有一些这样的详细 小时候就是听这些东西 所以想要自己来尝试一下 自己来试一下 是 所以要不要讲一讲 就是你们那时候 比如说怎么练团 怎么一起写歌 然后怎么样去录制这些过程呢 练团 因为后来大家都分别上不同的大学 然后这个 我们就在比较附近的地方 在阳明山脚下 我们就租了一个地方 大家就在那里 住在那边 然后就开始写歌 就想说 要把这张做完 这样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 原创歌很少 每次都唱个两首 唱了很多遍这样 然后再唱一些别的 一些重金属的东西 所以 反正就是我们比较喜欢这种 这种 Hard Rock的东西 比较硬式摇摇 比较硬式一点的东西 是 所以那时候练 但我们没有固定做 所以有时候练一练 我们就会去这个 什么 学校迎新啊 或者是像 那个时候台北 Jam 有一个台北 Jam 的这个 这样一个festival 我们也去演过 这样子 都是唱自己的歌 还是都魂的表演 呃 都有 但是那个时候自己的歌很少 所以到我们 那时候发片了吗 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所以我们就唱一些 ACDC的歌啊 什么这些 就是 迫害力蛮强的 每次到最后都是这样 主办单位要把店关掉 这样 是是是 这是很过瘾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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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个时代应该 不太像现在 又讲究PA 又讲究灯光 又讲究舞台效果 什么的 对 那个时候没有 就是大家很客难的 就去了 然后大家也是 反正受到这种西方的 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 所以就会 就会很喜欢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本地 是找不到这个东西 是 你对于那个表演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比如是观众的互动吗 还是现场的什么气氛呢 或者是什么舞台的搭设呢 还是说 跟别的团的交流 什么的 有没有 我们 那个时候 印象比较深刻 大概 我们好像在荣兴花园 有一场是 是 好像亚洲一些 那时候一些 亚洲乐团来 那时候什么 高中正义 对 荣兴花园 对 那一场我们也有演 是 对 所以就是 还 印象蛮深刻 那些 那些 粉丝还蛮热情的 就说 虽然你唱的不是自己的歌 可是 那个 互动 感觉还不错 那是会跟同时其其他的一些 越南有交流吗 我的印象很少 很少 跟别人交流 对 我们等于是比较自闭的一个团 自己写歌 然后 一心就是想说 我们要做一张专辑 对 所以 不太跟其他的人 听王志平老师说 他还有同时批养的团 之类的 我们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 原来就是去表演完 就走了 那时候薛悦有在西门町那边 他有一段时间 他把西门町有个楼上 他就是承包下来 然后 我们就去演过一段时间 不定的演出吗 我记得好像演过几次 对 演过几次 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 那个地方 我现在也忘记叫什么名字 对 西门町那里 是 那 对啊 这个 后来薛悦就 就那个了 了解 不过 这个重点还是在于 青岳和唱囊发了自己的作品 这个专辑整个酝酿的过程 包括要 写歌的这个部分 虽然我们前面知道 是一个概念的想法 可是到专辑真正能出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 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 那个时代本来就很难有乐团 而且是原创的作品 要在市场上出现 对 然后再来我觉得那时候的唱片公司的契宣 也不太知道 怎么去企划或包装一个所谓的原创乐团的这件事情 对 那个时间点上面 你们赶上了 而且有真正作品可以端出来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讲呢 对 我们那时候想做自己的专辑 因为看到西方国家 大家都是乐团 这样大放异彩 是啊 对 那为什么台湾没有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可以可行的 所以有一个想冲破冲突的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不可行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就拿着Demon 就是开始去找 那个时候比较大的就是滚石 找过 先第一个去找些滚石了 我的印象是滚石 对 那时候飞碟我们不考虑 为什么呢 风格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 对 我不知道 这个这样讲可能也不是很礼貌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只有考虑滚石 OK 那我们就去找了滚石 那 反正当然 那个时候 我记得也见了这个大哥李仲胜 嗯 然后我跟 我跟 甲敏苏一起去 嗯 那大哥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音乐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出呢 有点太早 你有把音乐给他们听 对 OK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王兴莲是那个制作部 哦 男人 对 然后我们就上去 然后就说 到楼下麦当劳吃个东西 就大概讲了一下 这样 那后来 后来就 我们就 觉得这样子不行 我们还是得要想个办法 突破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做 做一种B版唱片吧 的唱片公司 那叫做诺华唱片 诺华唱片 诺华唱片 那那个 老板叫做方龙泉 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做了一张 因为他也想要做成一个 做一些国语的音乐 所以他做了红蚂蚁 做了红蚂蚁爱情亮的酒那一张 以后呢 他就 我们就觉得 也许我们可以去找他 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关系 也没有透过关系 我们就在这个唱片上面看到一些地址 我们就去拜访他 直接登门拜访 直接登门拜访 对 那我记得谈了几次 后来就决定要做 好 那我们来做这个青年的唱片 是 那 就开始拍 进入音试 这样子 对 那 后面就是 一直到做好 这样子 花了多长时间 录完那一张 我记得那时候 在巴德录那个雅旋 在雅旋录 在雅旋录 然后 也没有很多钱可以录 所以大概 我的印象可能是 一两个 一个礼拜之类的 就是录音时间就这么多 就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歌已经准备好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 大概没有花很长时间就录 那时候进去录的 过程里头 跟你预期的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跟你想象不一样的 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录音室 对啊 对 所以也没有听过那个click 尤其在耳机这么清楚的状况 对对对 平常都是这样 然后 你要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拿个吉他 然后带个耳机 声音都很清楚的 听得到位置 然后click 就这样 敲敲 那你就跟 当然是不是很习惯 不是很习惯 那也是要 适应一段时间 是 对对对 所以 这个都是很好的经验 就是说 你没有进过录音室 那你进录音室 跟你现场的差别很大 嗯 对 你还记得你写的歌吗 我 你说你说我还记得怎么弹吗 对当然记得 哈哈哈 记得 记得 写了一些歌 主要 主要就是出发 出发 出发 出发那首歌 然后在A面的话 有一首叫错妥 然后B面的一些 一些 B面的东西我就写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就是 就是一些概念的东西 是 对对对对 你觉得那时候自己很文清吗 呃 觉得那时候自己很文清 不会 不会 但是 觉得自己是一个Rocker 哈哈 对对对 对对对 因为 因为我们 到处去的话 大概 都会有一些小的冲突 这样子 都是由我引起的 真是很不好意思 可以讲 一个两个故事 什么冲突 怎么发生的 我记得我们在淡江 淡江大学 那个时候淡江大学 好像他们 邀请我们去 是 然后就演 演到最后 我们就开始 我 我就习惯摔吉他这样子 每一场都要摔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一场就 不小心把人家的麦克风架给弄倒了 麦克风架 就 就 人家把电关掉 对 关掉以后 当然就我们就下去找那个 把关掉电的那个人 稍微讲一下 沟通一下 就是会有这种事情 是 学气方刚 小孩子 比较容易做这种事情 是 所以这一张专辑到后来 你们好像也很少宣传 对不对 对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资金可以宣传 那实际上这个唱片公司呢 的经验 也不是在这种主流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媒体上面 那也透过一些 我记得我们有上过小燕姐的这个 那时候小燕姐的节目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是 夜市还是广播 一百拉那个 可能一百拉 对 对 是 周末派 周末派 对 那时候有上过 那 看起来 小燕姐就觉得这些人在干什么 他表现这么明显 对对对 感觉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衣服也穿不好 然后这个也没有人教你讲话该怎么讲 那当然他有带 video去我们 住的地方到会拍一下 所以那一段都很短的 我们在电视看到 就是拍了一下 那个他们住在这里 然后出了一个唱片 什么这样 现场几乎都没有说什么 也是 蛮有趣的 是 所以小燕姐周末派这样上了一下 然后有一个这个 非常震撼教育之后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回到一个时间点 青年而唱反而就 就停了呢 这是怎么发生这些事情 就一说白白的 对 大概那个时候练团的 最后遇到的问题 都是兵役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大家分别去当兵 分别去当兵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所以说 就这样 那当兵回来就 恍如隔世 你也在想说 要不要再去 当兵之间 大家也不联络 对因为都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 比如说我早两年 你还要晚我两年 是 你去当兵的时候 我已经退伍了 这样子 所以就会有一点 就是 没有办法再联络上 这样子 对 而且实际上 那个时候的 专辑销售 各方面 其实也并不是 令人振奋的事 对 对唱片公司来讲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 所以这事情会变得 很难以再继续下去 就是留了一个记录在那边 那你很难说 那我们再组起来 在做什么事情 是在演出呢 还是在出专辑 可能都已经 那个心态已经过去了 对 那个热血已经不在了 所以你再也没有回去 去把青年的音乐拿回来听 拿出来听过吗 当然有 当然有 还是有 三不五十也会被别人 放到YouTube上面去 然后我们要 借给你一下 这样子 对对对 我还是 还是会被强迫听到一些 是 Steve老师可以聊一下吗 就是那在这之后呢 你的 你跟音乐的缘分 就完全断了吗 还是绕了一圈又回来呢 还是 这个过程 对 因为我后来还是 当兵完 还是其实蛮想写歌的 就是觉得我应该可以写歌 就创作的欲望还在 创作 对对对 那后来就 所以我后来再 回来以后到了上阳唱片 OK 那上阳唱片是一个古典为主的 一个唱片公司 那我进去的身份是一个 写电脑程式的人 反而不是做音乐 就是等于是帮唱片公司 当时他们整个公司 是用Apple的电脑 那时候很少人用Apple的电脑 但他所有的电脑都是Apple 所以他要用Apple的系统 来做一个进销存 等于说我这些货进到仓库去 我要怎么弄 是 那没有PC 所以只好用 我们就用Mac来 写一个这样的系统 然后把网路全部接起来 这样 那在那边做 那 当心里想写歌是 在家里就是 还是会用Apple的电脑 就做一些东西 而这个部分就一直没有在 在发展下去 就一直 比较偏向电脑这个部分 所以后来就 Internet慢慢起来嘛 我们也就很早就 就跨入这个行业 是 所以跟音乐就完全变成一个平行的事情 对 那时候可能像贾敏树 或者是吴旭文 他们都还在这个音乐圈 贾敏树我们可能还比较常听到 他名字会在音乐圈 对 吴旭文好像就去大陆 很早就去了是不是 没有 吴旭文他一直在台湾 但他前几年是在大陆 没有错 但是他 那个时候 他都在台湾 但他都在写歌 写歌 他写的非常多的歌 他写的非常多的歌 他写的非常多 大概是仅次于这个小虫的量 我觉得 但彼此没有在联络吗 有 有 吴旭文一直都有在联络 然后贾敏树也一直都有联络 大概 基本就他们两个还跟我有在联络 那其他的成员就有 其他成员没有 对 前上个月 有 透过脸书有找到这个 我们的键盘手 张来人 是 所以有这次他在北京我也跟他碰了一下 OK 30年这样子 真的是30年都没有见到 没有见到 30年见到 哇还是蛮感动 对 所以 还不错 还不错 在玩乐团的那个 也许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不是你人生很长的一段时间 看来是你在 你的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间 在玩乐团的这个时间 对 因为小时候其实家里环境当然不允许这个 我们那时候几乎是每天都是拿零用钱 就去买CD 对不起 那时候没有CD 是卡带 我们买的是卡带 然后后来去买唱片 那唱片是买那种50块一张 后来比较好的唱片可能要到150 200 那都不是原版的 我讲的都不是 那就是我们的养分嘛 从那个部分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也觉得蛮不错 就是说玩音乐一直到现在 其实对我一生的影响是蛮大的 对就是我也蛮庆幸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也跟音乐是非常有关系的 是 所以还不错啦 只是说不是当以乐手的身份在做这件事情 那之后的这二三十年里 你有遇到说我有听你们的作品 我那时候有听到青年的歌什么的 应该还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啊当然有 对对对不对 不多不多 因为这知道的人本来就不多 所以还好还好 但他就还是帮某一些当时的年轻人 在心里头种了一个种子 是是是 我想我想贾米苏会遇到比较多啦 因为他后来一直到中国大陆去做中国活啊 唐朝啊这些斗维啊这些 所以他应该是比较多的 我就 我就是很少遇到这样的状况 大概认识我的人也很少 我也没有什么音乐界的朋友 哈哈哈 对对 因为我的生活作息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我很少是晚上出去 哪里做一下我干嘛我很少 不过你也晓得一个乐团里头一定是这样子 或者说应该一个组合里头 有比较外向跟内向的 有比较就是专注在某个项度里头 有的就是各个领域都碰触的 是对所以 这也是让一个团有趣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既然每个人频率都如此的不同 可是就可以在一起在那个阶段里一起完成一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这样问你 你觉得你在那个阶段学到最大的 或者是最收获最多的是什么呢 其实那就是在我们血液里面 就是我们就变成一个Rocker 所有事情的思考都是这样子 就是行为啊什么都是 或者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公司的所有事情 都不是走一 我们走的路都是一个一般人很少走的路 确实 所以就是说包括现在 比如说我女儿她要玩团或什么 我都 你女儿在玩团 就是女儿她高中的时候她会玩 那我都是一种鼓励的态度 但是我不会去跟她说你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我会觉得你在生命中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对你来说是不错的 如果你从小就很规矩 然后你从小就 乖乖的 对我打算立志做会计 那这样就 你知道就是你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 是是是 所以我们在玩团这个过程中 他经历过非常多事情 尤其是在那个70年代80年代 那些音乐啊那些 反正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有经历过 你就会觉得不错 你现在回头来看 像我们上班也不会说 每个人都穿个西装 不会 我们这跟Landy一起 那所有人都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 是 一种氛围下面在做事情 但并不会做得比别人差 嗯 嗯 那因为你里面有一些 你的 你 你内心有一些东西是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嗯 就说有玩过音乐 或者玩过摇滚音乐 包括那歌词里面给你的启发 确实 都会造成你后面的这个整个人生观不太一样 我觉得 一种思维上的门打开了的感觉 对 你现在还有把当年的什么东西是留在身边的吗 当年的东西 应该没有了 对 连卡带 CD 卡带我都有 都还有 对 但是那时候比如说乐器啊或者是 对乐器都不知道旁哪去 对 对 对 中间有太多这样的搬来搬去啊 什么的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很 不好意思辛苦你一直挖自己的 不知道哪一草的记忆 我已经很久没有人问我这种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还是很开心 因为然后可以请到Steve老师 这次谢谢 谢谢 谢谢